来吧兄弟姐妹嘛 这两天我们这边狂风暴雨啊 把许多小生物啊都冲上了岸啊 这是刚才沙站上发现了一个巨型大河村呀 把这个妈嘞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嘿嘿 第一次见了老铁给个双击啊 没见过老铁扣个一样 嘿 这么大的河村能不能有两个双击呢 加关注看我干朋友都问我这个红色的海盔应该怎样吃啊 今天给大家发一个教程啊 首先给他水给他放一下 然后把它切开 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他清洗干净就可以起锅烧油了啊 学会的老铁麻烦给个点亮个小红心啊 好多小伙伴和我说呀 说这种县王喜欢喝酸奶 我今天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来做个实验看看他到底喜不喜欢喝 就像这种县王喜欢喝酸奶的老铁扣个一 不喜欢喝的老铁扣个二 别忘记给你老铁留下个双击行不 嘿嘿嘿 不给就算了 记得签加个关注 来看我赶海直播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很多老铁买了好多的皮皮虾 有的老铁就私信问我了 说怎么吃才不会扎到嘴 其实啊 吃之前用剪刀沿着皮皮虾的四周剪一圈 那样不仅吃起来方便 而且更不容易扎到嘴 有的老铁一学到这是啊 凡手就是一个双击啊 也有的老铁手艺多了 哎呀嘛 加了个关注 看我赶海直播 来吧 兄弟们啊 印入你们眼前这个白花花像虫子一样的啊 这个叫海虫 又叫单环四翼 也是脱了皮的海参啊 营养价值特别高 这玩意要是炒个酒塞的话 那一盘的不够我吃 呵呵 啊 今天老铁啊 见这么稀奇的东西 他翻手就是个装机 啊 拦都拦不住 加少关注